哈喽大家好,今天做这一道汤水,降压,降糖,降汁,还保护心血管。 一年四季,喝这一个汤对身体都非常的健康。 有兴趣包广东汤的朋友,过来看一下今天这一道汤是怎样做的。 来看看这些材料,海带,玉米,干冬菇,雪儿。 首先将干冬菇放在水里,清洗干净。 清洗干净后,将它放在冷水里,再泡一个小时。 这样等一下泡出来的水,我们也可以用来煲汤。 冬菇的作用,降压,降汁,降胆固醇,抗癌, 来,养肝,将排骨放在水里泡半个小时。 一个小时后,将泡好的冬菇倒入锅里。 玉米,玉米的功效,降糖降汁,保护心血管。 利尿去腥,补钙,海带,海带的作用,降压,降糖降汁,保护心血管。 血耳,血耳的功效,降压,降糖,润肺,清热解毒。 美肤,将所有的材料清洗干净,然后将它捞起来,放入锅里。 准备半条洗干净,准备半条洗干净的玉米。 玉米的作用,降压,降汁,降胆固醇,抗癌,抗癌,保护心血管。 将玉米切开两边,再切成块,将切好的玉米放入锅里。 将番茄的地去掉,再将番茄切成四份。 番茄的功效,降压,降汁,保护心血管。 护肝美肤。 将切好的番茄放入锅里。 洗干净的红洋葱,将红洋葱切一半,再切小块。 功效,降汁,降压,抑放心血管。 将切好的洋葱放在锅里。 去腥修盐的姜,将姜切成片。 将切好的姜放入锅里。 半个小时,排骨已经泡好了。 将排骨捞起来,放入清水里。 排骨泡水可以去掉排骨里面的血腥味,和冰箱的冷冻味。 这样的排骨会更加的清甜。 将洗干净的排骨放在盆子里。 准备一壶热水,将热水泡入排骨里。 将排骨再泡一分钟。 一分钟后,再将排骨捞起来。 再用清水,再洗一遍。 这样排骨就基本很干净了。 你看,放在水里面,水都还是清的。 洗干净后,将它捞起来,放入锅里。 再将所有的材料铺平。 然后倒入8碗的冷水。 熬汤的时候,一定要用冷水。 这样才熬出骨头和肉里面的味道出来。 将所有的材料要移动一下, 这样才令到所有的材料不会粘锅。 然后再盖上盖子。 现在可以开炉了,开大火。 水开后,转小火。 用小火煮两个小时。 两个小时很快就到了。 现在先去盖子,来看一下。 哇哦,好香,好漂亮的汤。 放入调味料盐。 将汤上面的油要去掉。 没有油的汤会更加好喝。 这样的汤会更加健康。 酱鸭酱汁酱糖的汤就做好了。 非常清甜的一道汤。 它的材料有排骨、洋葱、海带、番茄、玉米、雪耳、玉米、姜。 这样的汤,你喜欢吗? 如果喜欢的话,给我一个点赞。 这一个汤非常的清甜。 有时间再加多一点煲汤, 比喝饮料更健康。 对身体特别好。 这样的汤水一家人都可以喝。 一年四季都可以包。 这锅汤的功效有。 降糖、降汁、降压、 保护心血管、 美肤、 抗癌、消炎、 清热排毒。 这一道汤就做好了。 如果对这一个视频有兴趣的话, 有时间给我一些评论。 好了,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 谢谢你的观看。